在英特尔最强显卡A780的消息卸了之后 次机舰A770的参数规格 现存容量等详细信息也得到了披露 除此之外AR Series的独立显卡再次延期 具体原因再不清楚 至于更加详细的信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虽然英特尔此前仅发布了两款移动端显卡 但关于桌面端的消息则是一点不少 而目前来看 英特尔第一代独立显卡的整体表现十分不错 这一点从次机舰A770上就可以得到验证 具体来看在规格方面 A770定位于次机舰独显 类属于ARC7系列 采用台阶电6nm制程工艺 基于顶级的ACM G10核心打造 拥有32个XE内核和512个EU执行单元 共计4096.6处理器 但在显存配置上 根据Geekbench的消息显示 A770或将配备为宽有192bit的16GB 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2400MHz TDP功耗至少为175W 至于在性能方面 次机舰A770的理论浮点性能在20T浮点左右 相比13.21T浮点的RX6700XT 有着51%的大幅领先 同时也与21.75T浮点的RTX3070Ti基本赤平 然而从实际跑分来看 根据OpenCL数据显示 次机舰A770在搭配9代酷睿i5-9600K 以及32GB DDR4 1329MHz的内存下 在Windows X86系统上 跑分为85,585分 虽然相较于101380分的RX6700XT 仍有18%的差距 但与85,689分的RTX2070 85,117分的RTX2060Super则基本赤平 至于发射日期 根据WC-SafeTech的消息显示 目前英特尔ALC月圣独立显卡 将延期至今年Q2季度末 Q3季度出发布 首发将公布一共四款型号 A770、A750、A580、A380 至于售价嘛 暂时还不清楚 但考虑到ALC月圣独立显卡 是英特尔的第一代独线 所以售价有望比相同性能的A卡和N卡更低 除此之外 ALC月圣显卡后续会将推出更多高端型号 甚至直接推出ALC9系列 而这也与此前英特尔泄露的 三层8PIN式电源供电接口相吻合 后续有更多高端产品的消息 我们也将会持续报道 感兴趣的玩家 请保持关注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意见三连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